一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夜晚 是谁引领了推翻新朝的第一场胜利 跟同盟会没啥不玩 从策划到实施 武昌起义曾多次被搁置 为什么最后却能揭竿而起 不要以为正义之时就不干彻得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 究竟是详细谋划还是一场偶然 是荒谬的 甚至是荒唐的 老梁看电视 武昌何以起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梁看电视 我是老梁 今天我们说民国这个事 说到了最关键的一件事 何以有中华民国 何以有清帝退位 那么离不开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打响了民主共和的第一枪 没有武昌起义 就没有辛亥革命 没有辛亥革命 就没有后来的清帝退位 民主共和的成功 也就没有中华民国 那么咱们翻开历史教会书呢 一提武昌起义 又都是孙中山 同盟会 黄兴 宋教人 革命党 今天咱们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武昌起义的成功 跟同盟会没啥关系 跟孙中山更是八干都打不着 完全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性事故 那么有人说 老梁 你说这可跟历史老师说的不一样 你听我详细的把武昌起义经过 跟你说说 你就知道 历史有时候是可笑的 是荒谬的 甚至是荒唐的 根本不像教科书说的 那么如此有规律 好像到那点 革命党上来了 清朝就完蛋了 不是那样 那么咱们介绍武昌起义呢 首先呢 咱们得把这个背景说说 那个时候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呢 在国内呢 已经大大小小 搞了不少起义了 像黄花港 但是都没成功 清朝那个通缉孙中山 孙中山流亡海外 不敢回来 国内同盟会呢 基本是黄西中教人 两个人在这领导 那么当时呢 革命党在各个地方呢 可注意啊 这个革命党 可不是仅仅同盟会 那党太多了 据了 说白了 乌合之众甚多 革命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样 干干净净的 一往无前 里边有诸多复杂 甚至是丑陋的事情 这是难免的 在大时代背景下 那么当时国内 很多地方的革命党呢 搞个起义啊 游行啊 都是小规模的 那么到了1911年5月份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 这个事件叫什么呢 咱们从课本上看的 叫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怎么事呢 大清国那个时候啊 修铁路 可是大清国国立也空虚 有的地方啊 这铁路 国家没钱修 那么就由地方呢 或者说个人有钱的老板出钱 修铁路 那么这个铁路的产权呢 就归地方 或者归个人所有 可是到了这一年 5月份呢 也不怎么清政府突然抽风 这是宣统三连嘛 呃 那纯亲王 载风 当时是执政 说这铁路都过收归国有啊 本来呢 你要说收归国有呢 这些地方个人也没啥说的 因为啥呢 铁路这毕竟关系到国家的这个命脉啊 说收归国有 可以理解 你只要补偿给四人 可是问题是呢 大清把铁路收归国有了 转手又卖给了呢 英 法美 这么几个国家 还有德国 英法美德 四国银行集团 把铁路的经营权什么都卖给他们 你这下的话 这各地方不干了 本来归我们老百姓 归我们个人有 或者各地方有 你国有 我们也赞同无所谓 你又卖给老外 这些列强虎视单单 那看着我们 这哪行呢 所以大家风起云涌地反对这个事 尤其体现在 两条原来是对四人 一条叫川汉铁路 一条叫粤汉铁路 就是广州到武汉的 和这个四川成都到武汉 这么两条铁路 那么地方不干了 开始闹事 当时闹得最狠的是四川 所以四川不少地方鼓得起 四川当地的清兵压护不了了 事越闹越大 那么湖北离四川近就近 清正谷就让湖北派大量兵力 进四川镇压保护 所以湖北大量的兵力进入四川 这一进入四川 湖北可就通知了 所以湖北当地的革命党 看着这是个机会 正好这些部队走了 咱们借机会取利 那么这个事情谋划差不多了 好 这地方可以 那么接下来 起义不那么简单 谁领导 怎么筹措经费 你得要人要钱 所以这个事一开始谋划是什么 是武汉当地两个革命团体 一个叫文学社 一个叫共进会 说白了里边也都年轻人多 但都没打过仗 说是乌合之众也差不多 这两个团队合计合计 咱就要革命 革命是革命的 这两个团队都想自个儿说一段 但自个儿势力又小 想联合起来 他说这样吧 咱们不好说 谁当领导 咱们请老大哥给评论 全国范范看 同盟会是老大 就找到同盟会 找到黄兴送教人 一把这想法一说 黄兴送教人一听 这是个好机会 到处我们哥俩准去 你们把人什么都给我预备好了 得 这领导权一下归着同盟会 那没办法 文学社跟共进会 这等于是主动找到人家 再说论事 你确实不是同盟会到 对对对 行 领导权归他们 咱们回了张罗吧 都是为了革命 那么接下来就有问题了 这个革命找哪些人 光是革命党人太少 找谁呢 最后整了部队进来 有人说那还了得 清朝部队 你让他知道不泄密呢 不是 这一点必须咱得承认 湖北这个地方 咱们要说革命成功 得真实依赖洋务运动 这块过去的大东处是谁 张之洞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过程当中 那是睁眼看世界的一个种 他在时候办新式学堂 当时又是办新的军队 这里面的军人 那很多都受过新式的教育 就思想特别解放 这是张之洞通过洋务运动 给辛亥革命留下的宝贵遗产 所以部队好多军人 一听说这个也愿意革命 也对腐败的清政府 看不下眼去了 所以部队军人愿意参与 这下大家有底气了 为啥 你找两边人来 你说手务伏击之力 也不会打仗 找军人来人自个自带弹药 你这本钱多足啊 所以大量的军人肯于加入革命党 这当时提升了大家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这个经费问题 你打横幅 你发个传单 你不得钱吗 经费哪弄去 当时啊 这个同盟会啊 把钱基本都花光了 因为孙中山在国内 折腾好几回起义 没折腾成 花了不少钱 你像前辈的广州 黄花港起义 以为人参加挺多的 就上来那么欺负食人 怎么办呢 孙中山拿钱 雇当地的黑社会 三个会 你给我出点人 再闹个命了 结果三个会 这些黑社会 拿着钱没出人 黄花港起义 就这么 其实很丢人的失败了 死了多少人 就花港七十二烈生 就这些人 参与这些革命 你说那不鸡蛋碰食的吗 孙中山把钱也花差不多了 败败差不多了 资格流亡海外了 那么同盟会这时候没钱 怎么筹这钱呢 开始他们想偷 庙里的金铺子 没偷成 庙里也看得挺紧的 想让各家筹钱的 家里哪那么多钱呢 再说历史有时候 很好笑 为了干革命 那干点不是人的事 也难免了 做点损也难免了 当时最终 弄了五千两银子 找谁弄的呢 武昌当地有个姓刘的 也是个小官 家里给他筹了五千两银子 要他买官 当时革命党人就找到他了 说你这笔字写的好 你来跟我们写俩穿单 我跟外头女学生说你写的 你看字多漂亮啊 这女学生就看上你了 这姓刘的这个糊涂蛋加王八蛋 台比还真就抄 抄完了 革命党说你看 这可你写穿单 我们拿这个告官去 你可就贪事了 你就完了 把这姓刘的吓得体肆筛扛 这可怎么办呢 赶紧把你那五千两银子拿出来 要不然就告你 这姓刘的被逼无奈 五千两银拿出来 所以革命党就靠这种损招 缺德的办法 筹集了五千两银子 所以我们说历史有时候很吊诡 不要以为正义之事就不干缺德 这个什么事情都有 剩下的什么定日子 哪天起 一开始定的 咱们都知道 1911年10月10号 其实开始定的不是这日子 定在10月6号 可是定完这日子 王兴苏叫人谁也没来 群龙无首 他俩为什么没来 孙中山反对 孙中山说不应该在武昌起义 为什么 离北京太近 有点动就北京过来 一股兵就跟你灭了 就应该在广州干 成了离北京远 败了咱能坐海船就跑 所以孙中山是100个不同意在武昌起义 所以我们福泽恩说 武昌起义跟孙中山没关系 别把什么好事 都往革命党通牧会那贴 那么10月6号没成 可没成是没成 天体也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个消息一点点渗透 留在这个武昌城内的呼光总督 他可就听说这个事 这个呼光总督一琢磨不行 他说这个事情咱要知道了 咱得管 所以打发些各个戏 坐在城里 密探搜查 谁是革命党 结果这样一来 有人受不了了 你看这些原来的革命党 文学社的 共建会的 还是同盟会的 该干嘛干嘛 那个军营里还有不少军人 偷身革命党 一看上头要装 他们能不害怕 而且这个时候 这个瑞城已经下令了 说既然部队里有这么多革命党 我也来不及调查 好 把部队里所有人的枪支弹药都缴了 只有我的示威队可以有枪支弹药 所有弹药 一律商家 不许私藏弹药 已经发现 严惩不在 你看还有脚戒了 这一脚戒 你想里边的革命党人能不害怕吗 这不马上就要来了吗 你10月6号还不起 这怎么行呢 就不断的找这个 文学社跟共建会的人 这些人一伤了 得 他们同盟会不来 不同意 咱们自个干嘛 定到10月16号 可是定到10月16号 你到时候靠什么起义 那军人的弹药都没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这个共建会 这里边领头叫孙武 他从日本留学回来 他在兵工厂待过 学过怎么制炸药 咱们在汉口 我租了一间 咱们在这做炸药 就这么着 10月9号那天 他站着做炸药 准备16号起义 可没想到整整把炸药弄炸 我同事再继续 行吧 嗯 刘同 你怎么冲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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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 汉口是俄宿件 这一炸可不得了 巡捕房人全出来 顺带着革命党一看 又弄炸了 人来了 赶紧跑吧 跑是跑的 在这几间租房里头 起义的花明册 准备的宣传材料都在 一下子被人一窝都给端了 就送到湖光总督瑞城这去 瑞城一看 这欢了得 这么多人参与起义 跟我说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抓人 非知搞事 走 所以十月九号当天到五十 十月十号一天抓人 到十月十号下午傍晚的时候 有受不了的 对不对 部队里这些人 一看这个出了这么大事 又炸药又烦 抓人越抓越紧 这早晚得弄走我们革命党 这些部队人的头战 所以这些当兵在军营里 待不住 这里边有个小队长 叫金赵龙 我受不了了 不要变疯了 金赵龙 你这是吧 送去 大哥 我受不了了 横叔都是死 还不如当一块好汉 他这一抄出来 整个军营震动 这时候就来了卫队长 这个卫队长姓陶 他当时进到兵营里来一看 你干嘛 你就革命党吧 你想干什么 这个时候眼看金赵龙要死去飞行 他的一个好朋友叫程正营 在背后 就把这姓陶的枪给搅着 你们这是要反了啊 绞下来之后呢 这段历史有分歧了 说当时谁先开的武昌起义第一枪 说这军队里有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 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叫熊炳坤 但是历史学家推断 熊炳坤这时候站出来了 通过激将法 击这程正营 最后程正营拿枪 一枪 这个时间是1911年10月10号晚上7点半 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那么这枪打完了 一不错二不修 帮不倒服 撒不了油 造反吧 这个时候熊炳坤当时作为领头的 发挥了他当时头脑冷静一样 要不说熊炳坤这个头脑清楚在哪 他知道我先打哪 这样我们先到处防台 把弹药拿上手 兄弟们 要革命的 跟我去除防台 多弹药 走 先打除防台 为什么打除防台 除防台是当时清兵的军戒库 到这来把军戒库拿下 里边的器械全拿出 这一下呢 他壮大了 要枪有枪 要弹药有弹药 那说接下来打哪呢 秦贼先秦王 打都督府吧 打这湖光总督府 奔这个瑞城使劲 没有 人家熊炳坤很清楚 都督府有三千位兵 正规军 不好攻 咱这样 打哪呢 外边有个南湖炮营 在这个武昌城外的山上 把这个炮营拿下来 大炮口一对转 对着总督府一炮 解决问题 所以这熊炳坤带着大伙 冲出城外 打这个南湖炮 这边文学社和共进会 这些革命党一听说这是 哎呀 咱也闹吧 姐姐 那这边来不解还有 这边不解决 宁出城和困难 在这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等于武昌起义经过这么一晚上 算成功了 你看我把这个成功观给大家说 这其实我们来讲 没有经过太大的流血 说白了是等于清政府 本身能力太差 结果武昌起义没鼓动多大火苗 就把武昌城拿下来 所以我们说这个历史 并不是大家想象那样 存在什么多少必然规律 很偶然的一段经过 没有这金兆龙发脾气 没有这程正英打这一枪 没有熊炳坤在旁边 这种韬略化的这种领导 武昌起义不可能成功 也就没有后来的连锁反应 所以历史有的时候 它并不是必然的 可能偶然截断一个小人物 他的身上发生点变化 就会把整个的局都搅乱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 历史教科书说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辩证的思维好好考虑 武昌起义 其实就是典型的 这个过程足以开启我们 对历史不同进程的 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个性化认知 三岁蒙总登基 六岁糊涂退位 他在新旧王朝的更替中 几经沉浮 乎于他恍然意识到 哎呦 我不是恍的 一个甲子轮回 一朝末代皇帝 虚辱傀儡生涯中 他从未获得一丝自由 他个人根本做不了 老梁看电视 为您揭开民国迷雾 走进末代皇帝 一个王朝的背影